字幕提供 人生就是怎樣 好啊 反正我們今天一個小時我們就閒聊啦 就閒聊 陪建議律師 建議律師應該也是邊帶小孩邊上線吧 是不是 被發現了 周末是可以玩一下平板的 哦 現在在玩平板然後你在玩手機 對啊 打開啤酒 你也開了 如果有喝啤酒的朋友也可以 把那個照片PO在群組裡 這個 憑照片下次來 AI小劇再給大家折扣 好不好大家折一百塊 大家折一百塊 好感謝今天Kevin 的那個籌備 Kevin也是我們的一起來主持的夥伴 這樣子 我們今天就很自在跟大家交流啦 如果大家想要幫我們分享出去也可以分享出去 大家可以隨意的進行出出 然後我們今天跟建議律師也會 聊一些比較多跟法律相關的 特別就是 今天那個我們的PETER在群組裡面 就是他們在裡面有分享到一些 欸最新有一些 法律上面有些進展 唉呦 建議律師 你家店會想起來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來傳照片 你要傳照片 那你要傳照片上去是不是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很自在啦 跟大家分享跟交流 我先幫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建議律師啦 如果你之前有來我們的現場有參加過的話 就有知道 建議律師有來分享過這樣 他是一個這個 照片看起來很震驚 但本人蠻ㄎㄧㄤ的一個沒有啦 就是蠻專業的 對他講話蠻幽默的一位律師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 Podcaster 對 欸剛剛我們有 威廉也在線上 那我們有個威廉他也是一個Podcaster這樣子 他有主持一個No More Road的一個節目 蠻推薦他 蠻推薦大家可以 邊工作邊聽的 因為我自己蠻習慣 聽建議律師的節目都是邊工作邊聽 因為他的這個節目裡面 也會有幹話成分 對所以就是有時候 聽的時候 你miss掉一兩句是沒關係的 所以聽起來是蠻輕鬆的 我覺得不錯 這樣甚至有時候你會聽到一些 背景聲音 對像我是聽一集 後面就在什麼 在 在施工是不是 對在施工 這樣子 但我覺得 在你包公司是不是 對就還蠻有趣的這樣子 好 那建議律師你也幫我跟大家 先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大家好 我是建議律師也可以叫LEO LEO 那我是自己開業職業的律師 那主要在專業一些資訊法律 包括AI 皮外鏈 那當然 基本功 什麼民事形式還是有 這個是基本功 或是公司法律的這樣子 然後 這幾年都開始在碰 podcast 像我剛剛 來的 這個活動前 我還在剛 PO上去我今天錄的 podcast的節目 那 那最近開始弄一些短影音 然後 當然一些本業呢 其實有點像副業 本業就來自律師訴訟非訟法律庫文 然後 大概就是寫一些資訊法律文章 所以在方格子啦 或Matters的文章平台 也有寫一些專欄 大概講那 太亞風說我很強 對 我是比較活潑 對啦 活潑 我覺得有些場合 對 可以活潑一點啦 那有些場合 當然就很拘謹 像那種 比較大白白的那種 那種 研討會 那種 那種 放鬆 那種 沒錯 就像我們那種 節目 我們那種活動 對不對 就可以 唱一點 去留一下 別喝別聊 好 以上就是我的簡介 哎唷 好 反正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舉手發我 然後我先來跟 教學師做一些互動啦 我覺得 六律師 算蠻有趣的 但我相信大家在 這個 AI上面 特別就是 像我剛剛也是在跟 一個 健身房的老闆 我們在聊一些 AI的項目跟題目 然後我們就在思考 哎 就這樣在健身過程當中 實際上也可以 透過 手機鏡頭 然後去做一些 數據的分析 那過程當中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把 這些用戶的 健身的一些數據 能夠把它 catch起來 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 先等到今天我們 第一個想要聊的就是 AI時代的隱私保護 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有 現在有很多軟體可能 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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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沒有在看嘛 或是有看你也不見得有 懂 可是現在有很多地方好 例如像7-11 它也會有所謂的這個 鏡頭嘛 我們開那個螢幕 螢幕上面有個鏡頭啊 實際上它也都在 在獲取我們的資訊 那這些東西 的這些隱私的保護 或是現在的什麼 Mini Journey啊 Cherry GBT啊 也都是把我們的資訊 拿去做training 甚至像 最近不是Cherry GBT 也有提到那個 那個 什麼 什麼 Chad Ball是不是 就是他們自己有做一個 爬蟲機器人 好像Ball的GBT啦 有在做個爬蟲機器人 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的隱私保護 不管是 呃 在台灣或美國 那 最後這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塊 我們怎麼樣保護自己 或是 就沒得保護了 反正遲早資料都會被 蛤蛤 抓去這樣子 你是不是有看到我 臉書上面分享的東西啊 當然啊 蛤蛤 就是那個 OpenAI 它自己有出一個 然後 叫 看一下 啊 GPT BOT GPT BOT 他是不想被這個 爬蟲 無限爬蟲 就是你網站上面 現在都會有爬蟲去爬些資料 然後 他出了這個 GPT BOT 就可以 預防那種 呃 以我們 網站組或企業端來講 會比較 不希望人家來爬我資料 其實這個現在是 全世界的常態啦 就是說 呃 我先舉個例 我們講 比較本土一點 像我前一陣子才跟一些 比較AI法律的一些 大佬啊 教授律師 在 也是在LINE群組 那邊討論 就是說 呃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用大數據想要弄AI的 譬如說 司法的這種AI 我們現在都是幻想說 AI律師啦 AI司法官啦 那我們 要有AI的這種法律 一定要去爬吧 那去哪裡爬 去爬 司法院上面的治療啊 包括他身體的判決啊 如果你有上千三萬個判決的 這個 這個治療 這些受神 當然 比較能出現一個 400AI嘛 對 所以問題來了 我們就爬這些資料 爬窗爬這些資料 哦 然後 會發現 呃 我以 我先以這個 業者這邊來講 他們就爬資料 爬人家網站的資料 發現 爬一爬有阻礙 為什麼阻礙 因為人家網站組 或者是 反而司法院還是有一個叫法院 法律網的 他們這個 業者這邊 不讓你爬 所以其實現在 呃 第一點啦 就是人家 會用一些技術的障礙 防火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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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他一上被偵測的時候 他們爬桶會改一下 改一下 改成第二板爬桶 繼續爬 爬一爬 爬到 不行之後 因為政策到 再第三種 在這邊其實已經 事故上都有說 在工房站 就是 誒我讓你爬 誒我另外一端 我要爬你 誒 六律師不見了 好 就是說你的 反正說你的資料 你的作品 我們講 可以從你來講的 著作權 我被爬 我被爬 我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copy我的 抄襲我的 侵害我的權利 不然就是著作權還是 資料權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會有衝突 我不想被爬 是另外一端 誒我要爬你 或者說你這個是公開資料 為什麼不能爬 那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看 台灣其實沒有什麼 促衷案例 都美國那一堆 像Google上被告 然後 Operman他們被告 因為他們都去爬人家治療 所以 呃 剛才主持人問了一個真點 就是說 這樣爬 因為這個問題很多 剛才主持人 阿鋒你講的 是說 第一個問題是說 能不能去爬人家 就是爬蟲 我們先把問題爬 爬梳一下 嗯 你剛才第一個問題是 能不能去爬人家 能不能爬人家 可以啊 其實 我先講結論 我覺得其實是 可以啦 因為 第一個嘛 我們爬了之後 然後爬這種 我會去講Google Google它是這種 嗯 這種案例的 這個 怎麼講 一個最經典的案例 因為Google它就是 假打也打 然後它就是 抓人家治療 爬人家治療 所以他常常沒告 到時候變 在美國你也知道是 英美卡 Case Law 一個判決 Case下來變成一個法律 變一個law 所以在Google他們常常 創造一下案例嘛 他們常常去 像我最近 PO的這個就是這樣 我們大概講爬蟲 我們大家 都用過這個 Google有這個 無痕模式嘛 對不對 嗯 比如說這個 男生要看什麼 一篇的時候 無痕模式 可是殊不知 這個無痕模式 這個時候 其實Google它 網頁還是有 警告你說 其實我們還是會 看一下你的東西 還是 還是有點痕跡 它還是可以 知道你在幹嘛 那重點來了 那個 現在一個Google案例 它繼續追蹤使用者的 網路活動 所以它其實 還是有在追蹤 所以那些人都不爽 那些使用者用戶 然後就告Google 然後Google現在 就是它有個法院判決 下來說 你的Google當時是違法 它要賠錢 它要賠錢 所以其實 重點 第一個啦 真點就是在說 你有沒有告知 告知這個用戶 使用者說 欸我現在 在追蹤你喔 我現在在弄你喔 你同不同意 所以這是第一個嘛 這個是說 不管是AI法律 還是個資法 全世界都在講個資法 不是啦 第一個要點就是 你有沒有通知 告知人家 告知用戶 用戶有沒有知道 還有沒有同意 這是很重要 所以 不管是我們是用戶 還是我們是企業 還是我們網站組 企業組 我真的爬你 或是我被爬 我被追蹤 這是第一個啦 所以要去告知 要去標示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 我剛剛 這個時代是蠻容易開花 因為我這個人喔 你聽我發揮就知道 我超容易開花 因為有多 太多可以開 所以我現在收一下 我們收一下 我們現在講到這個 嗯 Google的案例 然後無痕模式 可是因為如果它無痕模式 Google繼續 最終使用著 最終用戶 它還是違法 這個應該美國有 安全下來了 這是第一個 那個是比較涉及到個資法啦 所以在台灣美國都一樣 其實台灣的個資法算 沒有那麼嚴格 對 你必須歐盟啊 美國家中的隱私 消費者隱私法 超嚴格 越來越嚴格 所以 就Google在美國 公司在美國 被搞很簡單 這個 把越來嚴格 把越來嚴格 所以 結論就是說 你要網路使用者同意啦 你要告知他啦 然後人家用物要窒息啦 就知道 如果 公司沒有去告訴用戶 用戶 用戶不知道 也沒有同意 如果 包括你用這個爬蟲程式 來訓練AI 那 這樣子 基本上美國 已經看出案例了 就說 他原判決說 這個違法 要賠錢 賠錢 那 那 賠什麼東西賠給誰 就是要看誰來告 如果是用戶的話 他們可能是 雖然沒有什麼財產的損失 那 可能是有人格權 還是其他的 那 比較像精神上面 就是非財產上面的損失 可是 事務上 在台灣也是很難對不對 就是 就是 我們要 到美國控告人 可是台灣就是 就罰不怕啊 之前不是很多案例耶 我忘記之前那間大件的叫什麼 我幫他合上 補課 但有意思 人家也在怕 沒有啦 那個 核運 我們各自法沒過韓國嚴格啊 核運 核運 核運主持 他那個Iran嘛 核運啊 那他們就沒在怕皮皮耶 沒有 說穿了啦 就是我們的法律 各自法就沒有像歐美 或南韓那樣嚴格 就是 什麼叫嚴格 就是兩個東西嘛 就是一個要 義務的層次要嚴格一點 加強 門檻高一點 就是高私義務啦 或是說 業者要有些義務去做保護 如果沒有做什麼 那你就是違法 要判罰 那第二個就是 那有沒有洩漏 那洩漏中那罰者 罰錢差多少 那我們當然各自法 不太給力啊 之前好不容易修法才說 我們要定一個主管機關 比較統一中央的 這個專責的 誰要沒有啊 誰要是誰 這管什麼領域 就哪一個 其實AI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資料 數據 那就是 首當其中就各自把 的適用啦 所以像這個 有沒有告訴 同意啦 然後有沒有一個 企業這邊有沒有一些 注意義務 違反的注意義務 是不是要 多少錢 大概這個都是 而且誰是主管器官 結果律師我想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 我想問一個問題 那假設今天 今天 我跟 使用者 收集的資料 但我沒有把資料 外流 但是我是要被hack 請問是誰違法 我違法嗎 你說跟使用者拿的資料對不對 對假設 使用者也給你了吧 對不對 對 那你就保管了義務 對不對 你被 被駭客了之後 那 那 實務判例 判決有兩個情況啊 一個 就是有 一個就是 你違反的注意義務 跟開發 要賠償 一個就是沒有違反 這個差別在於說 你這邊有沒有 善盡你的 管理人注意義務啦 意思就是說 你有沒有真的去做一些防範措施 那 雖然不用做到一百分 比如說有做到就好 那你就盡人事的 還是聽天命 因為 沒有一個 那個 事實上沒有一個百分之百 或一百分的方式可以 防止被害 有些像我們 開車 然後 這個也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 說 不撞人或 不被撞 嗯 反正就是至少不要超速 然後我們就 那個 真的有交通規則 所以 如果 像你這個情況說 欸我 我跟 這個 用戶要的資料啊 他們也同意 指導也同意 他這個情況呢 就是說 我們這邊要做好保護措施啊 簡單 白話一點就是做好保護措施 如果真的還是厲害 欸 不可規則於 我已經竟然是聽天命 如果 那之前是我 我忘記 是熊獅還是另外一件啊 他就是沒有做好這些 保護措施 然後就被害 那怪誰 當然怪 怪那個業者 我忘記是熊獅 我要看一下 那還是在於說 那你有沒有做好保護措施啊 不用大一百分 可是 我發現 我發現 罰9萬塊 欸就是 就我剛才講 我剛才聽 就像我攤販一樣 我一個晚上 被警察開單 然後罰個3萬 那我一個晚上賣10萬 20萬 我當然繼續擺啊 你罰 你罰 我沒罰 所以 那個罰太低了啦 我 我覺得啦 就是說 那個 像酒駕那個 大家都覺得要罰很重 對啊 掉下 掉下 什麼東西呢 罰那麼輕 誰在乎 所以 因為 這核運那個 人家沒在可以 人家大企業 他被罰一點錢 小事 沒有了 他那個法律跟廢文一樣 對 所以 那個 AI 我覺得實在是很敏感 OK 所以我們現在 線上有另外一個 這個 個資的法律專家也在線上 我忽然發現 我們的 英底 所以 劉律師也在 哈哈 我不知道 那個 建議律師認不認識 對 這 劉漢熙律師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的全名的話 英底律師要不要上來 跟我們聊聊天 今天剛好不知道什麼 欸 你講個資 然後英底律師也上來了 但他不知道是不是在忙 這樣子 他是我們這個 B&I的好朋友 他很擅長生技 跟這個 個資相關的 對 那他在那邊也是權威啦 沒問題 他 他是窮 嘿嘿嘿 不會啦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交流這樣子 OK 我覺得 太多可以聊 欸 所以還罰9萬欸 那真的是 真的是跟沒有罰是一樣的 這個 欸 因為確切的速度 我記得有提升啦 那不是9萬 那9萬那麼少 有時候當然個案 他就是 可以個案才兩天 那個罰是行政罰 只是說 呃 問題罐是裁罰 像罰單那樣 只是如果萬一被告 那是民事賠償 OK 對對對 像 大家都看到那個韓劇 非常律師 語意語喔 對 那裡面有一集好像也在講個資法 喔律師也會看這種 我有律師就不會想看這種 我唯一唯二推薦的 最近的韓劇台劇除了巴士門 並無人 第二 再來就是非常律師 語意語 因為他的劇本跟整個劇都很好 包括法律人也愛 通常我們法律人都很挑 對啊 法庭劇例證據 對啊 但是語音語那邊有一集 他都弄得很好 那裡面有一集就是在講 這個個資法 通過個資法 然後我們那邊就是 有我剛才講的就是 特餘這個企業啊 這個保護個資的義務啊 你要做一些 有一些作為義務 你要做一些方法 啊沒做 我們就開發 我們就開發 超重 那兩人都會怕啊 那當然那部片就在 在吵一個點 就是私刑的時間點 譬如說7月1號之前 還是7月2號之後 好像我們談 那個是 不管有沒有修 反正都 我是覺得都沒有要不要緊 所以我之前認識一個 駭客協會的理事長叫 王南平 對就是跟5566 草米同心的王 哈哈 那個駭客理事長 為什麼台灣的個資法會那麼弱 為什麼 這個當然我不敢班人 那種我等一下 有人可以補充我 我們陰敵律師要不要上來啊 修一下 應該是說 第一個手上其中 既得利益者吧 就是你要修法 就像我要調薪一樣 那個企業都嘛 都幹 你再調薪我比較粗重 你再調薪我比較粗重 你再調薪我比較少 你再調薪我比較少 他各自把這種 你再嚴格 那我就不做囉 那你再嚴格 好我就不懂 那 修法過程也都很複雜 不管是既得利益者 彩命也在那邊教 然後 什麼 立法委 有沒有努力 這都是問題啊 反正就是陪在那邊 也沒有好好修啊 啊就算修了 又被靠北啊 政治啊 藍綠啊 這個像什麼 網路中介 服務法這種東西啊 嗯 我們就是抄 我們立馬立頓嘛 抄來抄去 我們就抄歐盟嘛 抄了之後呢 人家是大國 我們那邊小國抄到 誰主不符啦 啊如果政治的人 或者說啊你這個抄那個 網路中介的服務法抄過來 那你是不是要貼 你是我們 言論自由 把他那個消滅議題 所以有時候修法真的是 這是一心難 各自白的事啊 大家都知道很爛 就沒了修 好像都沒事 啊不然就是 我視野把它弄成 很重的意思啊 就是 不爛的法力 就一直在 我那個 到 真的什麼各自法的權威啊 就是我一直在 他嘴一下到這邊 或者什麼 要補充呢 也可以補充 所以我覺得我們收一下 這個應該 第一個當然一定 各自相關 就我這些 使用者同意啊 的問題 那個 印第律師在線上嗎 哈囉阿峰 謝謝 謝謝 沒有 我剛剛看到你 我想說 你這個專家也可以 一起來分享一下 剛剛聽聽我的律師 我覺得在講這蠻有趣的 欸 印第律師你要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 這個 線上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漢希友律師 大家叫我印第就好了 因為 我在外面江湖行走 因為很多客戶 我們之前開始工作 就是在一個外國的法制住所 我們都蠻奇怪 用英文名字 印第律 來這個行走江湖 所以叫我印第律師就可以 那 各自法是 算是我蠻早開始有職業的領域之一 然後這樣子陸陸續續 也做了十多年 所以就是 有一些經驗跟一些想法 可以跟大家討論 我覺得這個領域 台灣 也沒有人敢做這個專家 因為就像剛才這個 利有律師講的 其實 我覺得台灣在這塊 其實 比起國外都還落後蠻多的 不管是這個立法 不管是執法 不管是執法 不管是各方面的判例 或各方面的這種 食物的進行 都還有很多可以 成長進步的空間 那呼應一下剛才 阿峰跟利有律師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各自法 這樣的狀況 我個人覺得 我自己也感想是覺得這個 沒有主管機關 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簡單來說就是 它各自法就規定說 是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都差主管機關 這樣推來推去之後 其實大家都不太想管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很多年前曾經我們有一個 實地處理的案例 那簡單來說就是 涉及的單位可能 是在新北市的轄區 那 我們本來就曾經發言說 那新北市 你是不是政府要出來管一管 因為它這個 在地方就是 就是地方 其實地方這個 地方這個政府 那新北市就說這個 他覺得不應該他們管 所以他就把它發行 給法務部去 然後法務部看一看之後 又回言說 你覺得你新北市 你是應該管 但這樣子 一來一往就是 發行給新北市 新北市發行給法務部 法務部研究都在推給新北市 這樣子大概 半年到十個月就過去了 這供應往來 單單是討論說 這件事情誰來管 誰來執法 政府機關就花了十個月的時間 來來決定 那新北市因為 法務部就說 那就是你 那也沒辦法推託 所以他就不得不 那 好像後來是 的確有一點點作為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法務部 被法務部這個 指派 或者說這個 公民回覆說 就是你啊 之前他們其實也不想管這個事情 所以整個 單單決定誰來管這件事情 你就花了十個月 所以重點在主折機關 所以律師醫師剛剛提到說 現在已經有主折單位了 主管機關的設計就是 而且特別在中央層級 它其實缺乏一個就是 真正的主管機關 你說法務部 其實法務業務很多 它各自法其實也只是 一個像是幕僚單位型的 一個幾個人員在上面負責 它比較像是法律的解釋 跟適用 但是跟執法上來講 它其實是沒有這個 人力電製跟這個資源 在這樣做的 那更不用說 法務部後來 這個修法之後 把它丟給國法會去做 國法會就是 國家法委員會 所以現在是 國法會在管是不是 現在目前是國法會 那至少預算蠻多的 現在最新的動態 是要行政院 要成立一個 二級或三級的單位 專門做各自的 這個委員會 來負責管 那這個東西都還在進行 那NDPC 我覺得 順這個事聊一下 我覺得這議題蠻有趣的 就是剛剛我跟六在聊這件事嘛 那 我們會怎麼會聊到 個資法來自於AI的隱私保護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 國法會也在著手 引擬相關的 一些議題嘛 例如 在AI gerçek tät下的一些 隱私的保護 現在 也是歸國法會在管嗎 對 就是說 國法會我覺得它的 比較強效應該是 這種政策的原因 有沒有錯 但是 你這政策 演绎这个大方向 就是执法执行上来 其实那是 另外需要一套 人力跟资源来做这个事情的 你现在把各自的 这种中央主管机关 加法去做 那到这个 这个去 各自的这个 法尊的检查呢 的这个裁法呢 这个你要国法 为来做这些事情 他其实就没有这样子 人力编织跟工人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 就就就他这个 原本这个法律 设计就一定有问题了 那他就会推 给各县市的主管机关 各县市政府 要去做执法 那各县市政府 其实也没有 偏自这样的人力 要做这样的事情 嗯 对 所以这其实 在这个行政组织上 或这些设计上 其实都有很多 没有认真去思考 怎样去执行的一个问题 这只是一点一点浅见 那我觉得 配听应该 利奥律师的想法 我当然简单说 至少过去来讲 大家就是定出来 觉得问题 好像就会自己解决 对不起不是这样 嗯 我觉得 AI一提出来之后 真的我觉得 这个 就跟之前 NFT跟区块链一样 我觉得就是 律师们就动起来 我觉得 这也是一些好事啊 不然老实说 就是律师 过去大家定义都可能都 民事啊 形势而已 但有很多东西 可以做这样子 那 利奥律师 我想再 询问一下 你几个问题 来聊这件事 也感谢英迪律师 我先补充一下 英迪律师除了 各司法 他自己很擅长 也很有兴趣以外 但他本身 最擅长的是 生计医疗相关 因为他以前 也是在美国 读书跟工作的时候 也都是在医院啊 相关的这些单位 工作过这样子 所以我对英迪律师 非常非常的 印象深刻 这样子 也感谢英迪律师今天 上线 然后英迪律师就自在 如果你想要 继续发言 也可以发言 你想要当听众也都OK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持续回来到 OK 我们再持续回来到 利奥律师这边 那 刚刚提到是隐私嘛 那著作权的部分呢 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朋友 叫那个 Shawn啊 对不对 Shawn他就是 今天在我们六个群组里面 就这个 把一个朋友的脸啊 跟那个照片 跟某一个日本的 这个 特别领域的专家 合成在一起 对 那个照片我就觉得 好像被合成的 跟合成的人 感觉都会被告 这样子 就是这个 对对对 那这个 AI领域底下 著作权跟 智慧小胆权 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 分享跟交流 哇 这个 这个 这个就 大彩文 因为我本来 我先讲 这个题外话 就该 那个议题 刚才该议题是 我再补充一点啊 一个人弄就好 其实 欧洲那边 在讲 包括 他们能够 社会法 他们其实 很细 然后 也深刻 讲到 AI里面 资料 数据 各自 都已经讲到说 要避免 操纵啊 然后什么是操纵 然后讲到很细 所以说 欧美 尤其欧盟 他们的 AI 如果讲到 这种资料的数据 到底已经讲到这么细 然后我们台湾还在 就是 炒这种小东西 就有点像 人家要实力上 台湾 那边啥子不够 就是 又哭了 所以这个是蛮 蛮让我觉得感慨的 因为有些法律文献 也在那个 人家的AI 数据 各自 欧盟 都已经讲到 怎么 操纵 因为其实像 脸书这些 说算也是AI公司 它操纵你很简单 它就贴表现 不知道你在干嘛 那你其实就被轻推 其实都会有这些问题 慢慢推向 就被操纵 其实从 甘普导演到现在 就是 这样 所以 感慨各自 感慨AI这些关系 那 在 阿风讲到 AI跟著作 其实 这个东西也是 全世界都一直 从去年底 尤其 从去年底 一直操纵 因为 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 Google这些公司被告 或者是 Ocon AI 这些公司被告 那他们被告 有无非 就是跟刚才一开始 讲的 有点像 就是把我的资料 那这个是不是 copy 或者接触 抄起我的资料 接触到我的资料 然后 你们是不是把它变成 你们这些AI所谓生成的作品 那这个当然首要问题中就是 智慧产生 制作权的这个疑虑 所以 这个第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要讲 的话 一小时讲不完 后我就把它浓缩 再说 那就分几个层次 就是说 现在 在美国 这个案子 是真的审理的 然后 它的一些审理的重点 就是 OK 这个AI生产出来资料 第一个 你有用到我们 这些诺者的作品 那用到之后 我们没有同意 但我们听到 有没有合理使用 所以我觉得 也就在于 有没有合理使用 因为 AI的东西 大家知道 它一定是大陆剧 然后 这全部去 把它 搜刮了一遍 然后来 生成一些AI的 所谓的作品 那当然 一定不会有人同意 有人同意 那还吵什么 那就是没有人同意 所以我们通常 都会觉得说 OK 你接触 而且弄到我的作品 那有没有同意 那第二个就是 层次就是 OK那有没有合理使用 那我们讲会转化 转化新因素 就是说 比如一些Google 以前的案例来看 有个Google Google search 就是Google的图书 当一些案例过来 还有这个 Oracle的一些 甲骨文的案例来看 就是你 接触到我的作品 OK 然后你转化 成另外一种 羊毛 然后呈现出来 甚至有其他的 社会的意义 那法院 法律就是说 这个合理啊 你使用了 转化了嘛 已经创造了一个 更好的价格 因为猪若权要保障了 不是只有我们 私人猪若权的利益 还有一个是 公共搭的这种 公益性 就是能不能让世界 变得更好 就是说 像他会被美国 法院 参叹的就觉得 在怎么样 他的大企业 有没有赚钱 盈利 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判断性 重点是 他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东西 然后也没有影响到 原本的著作人 比如说我们 扣皮人家的书 扣皮成本一千亿 人家总共一千亿 扣皮一千亿 那他人是 亲爱人家的工作权 因为人家就没 原本的著作 想要去买 那都还有 创造价值啦 这就是转化性 所以结论就是 其实 我听你有律师的 会断断续续的 不管你是 你的AI作品 不管是 古文啊 那个程式嘛 我觉得最后都不会 侵害人家权利 都是合理使用 我先下一个 大胆的结论是这样 不过这个最后 马头是斩 还是要看一下 美国那边 没错 台湾最好是看美国那边 台湾这边也都在看那边 台湾那边法律 不管局外面 从AI 然后都是在看美国啊 我们这边也都很保守 不敢讲一个 真正的结论 那最后补充一点啦 就是 呃 我们如果用AI 生成一些作品 那我们就是要去证明说 很多都是我们 作者的一些精神的 介入啊 指令啊 在里面 成分一个多 当然就是 他就是有副作权 这作品就是我的 从此我用AI的工具 生出来 这个就是副作权 如果你又 随便按个按钮 就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东西不 AI生成出来的东西 不会有读作权 因为太随机了 就是没什么人类的精神在里面 这个是全世界接览的 台湾也一样 台湾做 这个 这个台湾区啊 他们也是说 一定要人类的这个精神 在这个作品里面 管理这种AI 是不是AI 反正你就是人类要残疑啦 不要说按个指令就出来了 哎 就就就 你们指令不是按钮 按AI 其实要下一阶真的 咒语下去 要互动啦 越多越好 嗯 那修了十章一直生 一直生一直生 一直生 生到那个原本做的都认不出来 生到他妈妈都认不出来 那我本身就绝对有读作权 AI生成作品有读作权 读作权是谁呢 然后我啊 我把它一直按 一直按 一直按 指令一直下手 生出来 所以这个也不会有争议啦 如果这样就不会有争议 还是简单 OK 好 感谢 利尔律师的分享 因为我们还有些时间 我想要cue一些 我们有些伙伴 在线上听蛮久的 应该大家 可能有些问题 也想要询问律师 平常 找律师想要砍一几年 今天是不用额外花钱的 像VVN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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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Semi 对 Semi 应该是Semi吧 对不对 哦 像要来问问题 是不是 你要怕今天 发的文会被告 是不是 所以来问问题 看一下 诶 像 就每一场都会到啊 像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你看 很认真 因为你都没 你都没事干嘛 你是全职AI的人 不要这样子啦 你不要这样子啦 你要不要先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那个 余浩翔 我的本质的话 应该是在公司里面是专本是在宣传我们公司的回收塑料这些的 但我都是不只没有在做正业都在管AI这些在玩 那就像阿峰说的我是有常大用深图啊 做着一类有的没有的事情这样子 那你要问什么问题 你都举手了 对那我想要问的是 就是说比方说网络上你也知道有很多一些图啊 那既然 那既然AI这个图 现在最多的话就是怎么讲 很多有生成一些美女图吧 但这个东西它又怎么样是是设定所有版权或没有版权 因为一看就知道这美女图是stable diffusion用的 那你怎么就比方说我把这个图拿了以后 然后我可能比方说我又来买一件衣服或什么 但是这个里面就是别人生成的图 那这个要怎么去法律是怎么去裁判裁定的 你也说别人生出来的啊 对别人生出来 比方说IG啊 现在IG是好多的啊 IG的我把这个图拿出来 然后我可能 那我想到那个最近不是有三到一生吗 然后有人把他弄成的IG 然后里面的女夫家一天来两天就三万粉丝在IG上 那个图人是人家的 是啊 那我在想这个要怎么去借 而且说如果比方说他还没有去注册 那你要怎么说这个是我的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像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刚才延续 刚好我们漏掉了 然后这样刚好补充了 因为刚才不管用Mit Journey 刚才还会有这种AI工具 这些几个热门的AI工具 汇图工具 那都是要看他的使用者的条款嘛 一些生命 他们上面会写说这个 你生出来的作用权那是属于谁的 因为像这种AI平台啊 如果上面写说这个作用权是我SD的 那谁也都不可以拿去用 因为这个你生出来土全部的SD的 像当然Line那个AI 你生出来一些肖像啊 是排他上面条款 Line的这个平台 你条款就说 著作权都是你们使用者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用 当然有其他单数 所以第一个要看啊 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你这个AI工具的公司 他的网站 平台系统到底声明或条款写的是什么 如果要做作权是你这个用户的 那就是你用户的 那你就可以拿去用 那所以这几个结果嘛 第一个如果他的条款是说 而不然还是B还是这个MJ 就是说 这个生出来的东西 土耳权是我平台 我公司的 那谁都会用 就这个公司用有土耳权 如果说是你用户的 好可能那是你用户的啊 那如果说是你用户的 那如果有一个人 把他这个生出来的美女图 拿来用 拿来这个商业使用 拿来硬的T恤去买 当然就亲爱去做权啊 那当然这个律师的功用就来了 律师这时候就会抗辩 好不然我们律师要打算 我们就会说 没有啊 你这个生出来 如果我是帮这个 这个 呃 被告抗辩 就是这个 把人家生出来的美女图 然后印在这个衣服上 然后去去卖 然后被告 我们律师 就是说 没有你这个可能随机按出来 这个作作权 我们就会抗辩说 你没有 你要去抗啊 反而是 恶人先告状说 那你 你 你这个用户你先证明 就是你 加指令伸出来 有没有证明 我给你说 我跟你说 你这随便按一按就出来 就没有 诸作 不缺 没有诸作 你告我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工房战 都是 呃 可能正义的所在啦 所以呢 呃 呃 这个诸作权是写的 诸作权是写的 诸作权是用物的 OK 那就是用物的 他用SP 用来生出来的 AI的美女 那其他人 他没有诸作权的部分 拿去商用嘛 哦 如果在合理使用 可以 譬如说只拿 呃 转播 哦 分享在脸书 那就会跟人家说 这是 那个原本 那个作者的 而不是我的 那如果跟人家说 这是我作者 那那你也就会把你作权 那 呃 再来一点就是 呃 我觉得啦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不管你是 使用者 还是 细节 对 包括说 像什么小红 书夫啊 或者是 一些平台 我们最好还是要 表示一下说 这个是AI的内容 或AI生成 或者是 在跟你聊天的 这个人是AI 我这个是在 未来的法律 我觉得是一个 蛮 蛮重要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 我们讲AI法律 以人为本 你要让人类 或我们人知道 不管是企业 还是人类都一样 知道 你现在看到的内容 你看到的这个 人 大力 是不是AI 要把它表示起 所以我听说说 像小红书里面就有 就有标示说 哎 这个是AI内容 或者是可能是AI 我觉得这样 小红书其实这个做法 让我蛮惊艳的 而且我觉得蛮正确的 因为我是没有在用小红书 可是我稍微研究 就是听说 小红书都相对什么抖音 这种狼性的 那么强烈窃取人家注意力的 小红书算是温和 对 然后比较全面一点 所以全面一点 没有大家要 帮你大展示 那种感觉 所以他这样做 搞就还不错 就是大家可以参考 用AI的东西 对他先表示一下 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 Adobe还有Firefly 那我如果像说 比方说我用MJS 那个图 然后我之后 或者是我拿人家的图 然后我用Firefly 再画过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 是属于我的 还是是前面那个作者 我先请教一下 那个 我好像有看过这个功能 可是我有点太知道 那个 他的功用是怎么样 他的功能 事实上 他就是可以 就是Adobe自己出的 然后你可以 比方说 那男生变女生 然后的时候 头发还在变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Firefly的话 因为他事实上 他是有 那个版权的话 事实上 他会帮你打包 他就会说 如果你是在我们这个平台用 那你完全有任何问题 人家如果申诉 我们会帮你打官司 这样子 这是他们之前 上个礼拜 那个阿峰 好像有起来的 也是有提到 那我在想说 如果说一个是 没有说特别被保护 SD没有特别被保护 MJ也没有特别保护 那你用一个 一个软体 有保护的 那这样子应该是属于 哪一个 你最后的作品 是有受到保护 还是没有受到保护 就好像你一个所有物 一个物在路上一样 然后有人丢了 他丢了就是抛弃所有权 他们就没有人的 那你是先前先 就无主物先战 像打率上是怎么讲 无主物嘛 没有主人的物品 我就先战先隐 所以你刚才讲 就是万一 伸出来的东西 他是 但是 不过我觉得MJ的 MJ的CWD 就是没有这种情况 总之 如果他生出来了 比如说我记得前几年 那个小兵 这个微软 那个小兵 这是什么诗人 小兵 微软他就说 这个东西 小兵 还是大路人 反正他那个诗词 他就标榜 微软就说 这个没有 这个权 大家随便用 他这种情况下 就不是没有主人 没有权力 那你就先战先隐 就像你刚才讲 那我 我看到一个 假设在网路上 有没有AI的 没有人的 没有诅咒权 我就把它拿来 你要拿来说 你的 我都行 甚至你把它改成 你要的 都没问题 所以刚才你那个问题 我觉得是 可行的啦 可是 风险就是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诅咒权 你有诅咒权 你也不能乱改 你用Adobe 不然改 大力把他改的 连他原创作者 或妈妈 都认不出来 那就没问题 那就没问题 好 谢谢 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要创作 就是要改到 连他妈妈都不认识 这是重点 今天的金句 没错 这个我论文有写过 那时候 论文是2020年 真的写之前 是2020年前 那时候 很流行 那时候就有地点 所以我在台队大来 研编论 我有写到DJ 他写到GN的技术 那时候好像就是 做的画 金普森他抓那种 晃晃的 那个金普森荷马 晃晃的 然后眼睛 然后身体 衣服蓝蓝的 然后台湾的一个 什么眼角画 也就画了 就把这两个用 GN GAME把它 用在一起 就变成说 你看得出来 他幸福在风格 那他是一朵画 的这种作品 改到这种程度 其实 天赋真的作者 可以来教 说你弄我的东西 还不行 那你又能拍 那个野江画的 那个摄影师的作者 他能来说 你这个东西是 抄袭我的东西 也不行 就是他改出来的东西 其实最后 呈现出来的是 很怪 也不是很怪 就是已经是 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上次他有一些元素 我们讲说 什么概念 思想 风格 做中决定 大一步吧 所以 你刚才讲 变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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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到 就是 你看得出来 是原本那种风格 谁知台语 是另外一种 风格 他就像 男变蓝变蓝的 然后那个斯文的 变成野兽 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应该是 古巴 男变蓝变蓝变蓝 所以我就觉得 上次 那个 728那天 我跟他分享 我就很肖的说 他就拥抱了 他就对了 这个 我觉得 不用太大比较 也不是说 找律师就 因为 你照这种原则 这样弄下去 其实 不会有什么事情 嗯 就是把你改 然后就是 他妈的忍不突然 难难 怎么说 这我觉得 实物 我自己的实物上来说 你直接 我觉得只要 比较刻意的 弄某一些品牌 像 最早不是 就是用米老鼠 那种是摆明会被告 但如果你就是 一开始 你的目标 就不是要被告 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 so far在台湾 在美国很难说 或是欧洲很难说 在台湾 目前 就是对方要有这个心力告你 我觉得 难度蛮高的啦 难度蛮高的 对 好 这个 这个 可爱的 你说什么 陈恩啊 陈恩来啊 对啊 他来很久了啊 他来很久了 对啊 因为上次他没有聊到 我没有跟他聊到 对啊 他是不是假扮啊 对对对 他认真 刚结完婚的小孩嘛 对对 要认真工作 OK 那最后 最后Kevin Kevin要不要 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来问我们的 境后律师 因为Kevin 他自己也在外面 教蛮多课程的 然后又用AI 做很多不同的设计相关 要不要 设计圈里面的人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一下 我们的境后律师 Kevin Kevin还在吗 还是没开 Kevin你要开麦克风哦 还是没开麦克风 有有有 就是我觉得刚刚就是 一些创作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 我的想法也是 就是真的是 如果你改到很 就是看不出来 其实就真的会比较 低风险 就是如果我们要用的话 其实都会是这样子 另外我想问就是说 比如说 今天我们帮别人 可能做一些AI的设计好了 就是比如说 我可能跟某一个人 要授权 应该就口头提 说我想帮你 就是弄一张 就是照片 然后是用AI 合成一个脸 然后他可能口头答应 那可能他如果没有文字的 就是记录 那如果后面发生事情 他可以不认账 就是如果 他说你怎么把我的脸 然后可能提到某一些 就是AI上 所以他其实当中口头答应 就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 是会建议说 比如说一定要 比如说可能要有一个签约 或者是有文字记录 当然是嘛 法律就是保护懂法律的人嘛 那法律就是讲证据嘛 如果没有东西 当然就是很麻烦 大家一样嘛 那个 我要讲到三道猴子 因为这个是太审 因为就是借钱没证据 那你要跟他咬回来 没有用 所以这个小到 那种基本工从借钱 这种事情到 比如说这个授权啦 AI这些东西 没有东西 因为没有证据啦 没有存在那个东西 就是等于没有 或者大家都 我也可以说 我认识我爸爸 没有证据 我认证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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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 威士忌 没证据 所以这个东西 我这样听 我也不知道 我认识 外人就会觉得 你讲了 你不要真的讲了 你有 他有证据 你 他不要再去 我认识 所以这个一定都要啦 那 我说 不要说做生意 不要说这大家都很严谨 所以当我 做生意超强的 几百万 没有借取的 几千万没借取的 我觉得真的是 勇敢 有钱人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生活里面呢 我觉得更是 这种东西 就是要 还是要有证据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种 一种 法律 意识 或者说 一种 弱势态度 还是要有 江湖 在说 证据要有 之前在分享 就是教说 怎么用 可能就是 AI合成 就是他有 那个 迷诀 你有搭配一个外观 合成点 很方便 然后其实我都会特别强调 就是说 就是不能用在 可能 缺乏的地方上 然后再来就是 有的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合成 脸 你可以用AI的 AI互相 就是可能 你喜欢这个AI的脸 然后那个AI的动作 然后这样 就比较 不会 别失业 我无可厚 你也没有被 政策 抓到 可是如果你是 公开 然后出到招宝 那一定会 很多 来问题 有时候不要说对 或者光是一些 行 跟理上面 一些 理论 就过不去了 对 很主动 对啊 而且 好像没办法 拉上来 他本来都是主持人 他应该可以自己上来 我来试试看 我现在已经除光光主持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 用他的电话 比方什么 195年 他也没有什么 亲戚的 这个就是 炮灰 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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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炮灰 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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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如果是像 你都会 举的例子 就像作品 那 那什么人 在后一 户 他没有 出座权 或者是 他有 出座权 也没什么 利益 那可以用 那你刚才讲 很真 好 我们的 当日 更拉 极端一点 讲那种 500年前的 一个伟人 还是说 1000年前的一个孤人 不然就是李白 李白的 假设他有留下 肖像 他也没什么问题 他里面讲 比较近一点 很难 因为你要主张 什么 肖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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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 活着人 自己 那你说什么 遗族情感 没有 白玉上也没有 东西 白玉上没有 食物 不知道自己 不猜死 就在那次 要当然 对来讲 那是肖像权 还获得 他可以 承招 人格权 肖像权 肖像权是因为 食物上都有 然后 比如说 包括第四个 但之前 还算认知 那个 就不是肖像权 它是 人格权 很小的 声音权 就是 全世界 法律 或者 就是 韩例 还没出现 所谓的 声音权 然后我是觉得 这个是思想事情 这个思想事情 现在法律很顿 都容易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就是包括你 在讲的例子 如果我是用 50年前 一个赢过世人的 那我来 把这些 抓个100个 以前的来 生成 那其实 情理法上来讲 也比较不会 有正义 老实说是这样 他也没有受法律 配管 他的遗书 他的后代 能不能来 来讲 那个 我觉得 我念了以前 有个 特例 然后也是 比如说 我妈 里头 里白的后代 什么 孔孤子的后代 我就 来 搞 说 你是不是 无为 这些 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听 告知 对 不听 告知 何况这种 都把他抓来 生成 AI 这种 年前的人的脸 而且还不再次了 我觉得其实 没什么 太大的问题 当然 法律 我是觉得 没有问题 可是 道德 或理论 这一回事 没错 我觉得特别在台湾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Line 挂掉 Live Talk 果然还是有点Bug在 我自己掉线 最好上来 没办法讲话 OK 就是刚刚我觉得 六律讲到重点 我觉得 特别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法律 情理法 就是 情 情跟理还在前面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不是 不是法律问题 有时候是道德问题 对吧 道德上 甚至于华人世界 特别这种 道德相关的约束 就像 好 据来说 刚刚 又律师有讲李白 我们再讲一个 更特别好 关公好 对不对 关公的不只是 古人 他在 某些宗教里面 还是神 对不对 那怎么去 怎么去用他 怎么去玩他 那真的就 一句话叫 关公显霆 就出现了 手游不是一堆三脖子吗 那什么神啊 对啊 SSR 对不对 神魔关羽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 但那个因为他没办法做更深互动 好像假设今天 真的把关公 随便你用啦 不然的话 有电影大家都把影关公 还是一定 我觉得那个真的没问题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题 我本来想问 那个建制律师律那个问题 还是关于这个法律 接下来在AI上面 有没有一些更积极 你觉得好玩的东西 但因为已经 11点了 我们也不耽误大家 太多时间 因为就是毕竟 我们没有给建制律师终点费啦 对 然后他又要陪小孩 我们也不想耽搁 太久 那个声音有点断散 是我的 拍谁 我说我也不想耽搁你太多时间了 因为毕竟没有给你终点费 对对 也没有 那个你也要陪小孩 我那个500ml都快要喝完 嘿嘿嘿 你现在才喝完 我已经喝完 OK 我刚才讲话 那个500ml 我拍500ml 好啊 然后大家每个朋友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尝试阶段 看这个 大家如何 就是如果觉得我们这张 的Live Talk 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跟Kevin 我们会持续的 把这个Live Talk的模式 调得更好玩 更有趣 也许时间不要那么长 或是 也许用什么方式来运作 大家都可以给我建议 或者是 你们身边有一些朋友 对AI议题有感兴趣 我们也可以一起 线上来聊聊天 就是大家在家开个小啤酒 对不对 然后大家远端就可以来聊聊 今天也感谢Kevin 也感谢建佑律师 也感谢我们这个 客战的Sean 对 也感谢我们在线上的几个 好朋友 那么就到这边结束了 好我们两桌后见 下礼拜我们有AI小剧 28号 20几号忘记了 下礼拜五 对 有兴趣都可以来参加 对 有兴趣可以来参加 商业场 对对对对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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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们的收听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有价值 请你帮忙推荐给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一起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想法 非常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可以透过 Podcast平台下的留言 告诉我们 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 让我们一起 一探索跟分享AI的知识